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白内障 白内障构居全球致盲性眼病的首位 全球一半的眼盲都是因为白内障而导致的 但它也是所有致盲眼病里面最容易被治愈的 只需手术即可恢复视力 大多数的患者呢,在术后都可以摘掉眼镜 只需要在必要时配戴老花型即可 那今天为大家解答关于白内障的一系列问题 让大家不再恐惧白内障,不听性谣言乱用眼药水 今天的影片呢,我会概括什么是白内障 白内障的成因,发病年龄,症状,预防以及治疗方法 并解答白内障手术相关的常见问题 其中包括什么时候做白内障手术比较好 是不是要等到白内障完全成熟了才做呢 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手术有什么风险 手术的大致花费以及术后的注意事项等等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眼睛的构造呢和照相机很像 眼睛里面有像照相机镜头一样的结构 它就是精状体,这个像吐透镜一样的东西 而白内障就是指精状体出现了浑浊变色的现象 白内障分先天和后天,只有极少数人出生时就有白内障 正常情况下,精状体出生时是透明的 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氧化 外加紫外线的照射啊,本身患有糖尿病 长时间使用肋骨醇的药啊,或者是眼睛曾经受到过外污伤害等 都会引起白内障的早发 那精状体会慢慢的出现硬化 变得浑浊发污,开始泛黄 接近的造成视力的障碍 其中超过70%的80岁或以上的老年群体都受到白内障的影响 和长白头发一样 有的人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 但最重要都会有 白内障呢,会引发度数的变化 也叫做精体性近视 好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近视度数加深得很快 需要更换更高度数的眼镜 或者是本来原始的人需要更换更低度数的眼镜 在夜间或者是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看东西会开始比较困难 未光,对明亮的光啊,炫光等很敏感 看到的颜色也会出现褪色泛黄的现象 视力会开始慢慢的下降 直到晚期,只剩下边边手指晃动 或者是只剩下光感 因为白内障受紫外线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在户外一定要带着防紫外线的太阳镜 或者是镜片 日常呢,要多吃抗氧化的食物 保护眼睛,避免受伤 不要任意的使用含泪固醇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 一定要遵循医嘱 白内障手术其实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的颜科手术之一 它的成功率高达99% 手术后呢,出现罕见严重并发症的几率是很低的 术后的一些症状,比如暂时性的胃光,眼泪增多,眼压身高 其实都是很容易控制的 白内障手术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不会再复发 早期的白内障通常是可以通过改变眼镜的度数来改善视力的 但是一旦更换眼镜,视力也不能够改善 视力模糊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生活,就应该考虑做手术了 我们普遍的是在62或者是69的程度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 不需要等到情况更严重的时间再做手术 因为白内障手术是开个小口,把精状体击碎取出 再放入新的人工精状体 所以晚期手术难度就提高很多 因为精状体会变成非常的坚硬 可能没有办法用微创手术的方法成功的把它击碎带出 那手术的风险比较高,可能会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白内障完全成熟后才考虑做手术 如果你是在澳洲呢,想要做白内障手术需要以下这几个流程 首先你要先到椰光师或者是GP那里检查 拿到转诊信,也就是referral letter 然后去预约眼科医生 那他们会帮你做初步的咨询,一般是有一到两个小时 眼科医生会给你做全面的检查,评估您是否适合做白内障手术 然后与您讨论什么样子的人工精体比较适合你 人工精体也像眼镜一样,有分单焦点的,带散光的,或者是双焦点多焦点的 也并与您讨论手术的封简 那如果一切都可以的话,也就会帮您安排手术 一般来说会先做比较差的那一只眼睛,隔两周的话再做另一只 费用的话,不同的眼科医生的收费差别还是蛮大的 有单眼500刀到2000刀的都有 但白内障手术本身不是非常复杂的手术 只要是正规专业的眼科诊所的话,一般都没有大问题 手术本身都不到30分钟,但是准备时间可能会长达2个小时 它们首先会在眼周打一针做局部麻醉 然后在眼睛最外层角膜,做一个2-3毫米的非常小的切口 从这个切口数伸进去把受影响的精状体 用超声波切割成比较小的碎片 然后用真空的吸引器把它取出来 最后把人工的精状体放进去调好位置 因为手术的切口非常的小,所以不需要缝针 恢复的也很快 手术完之后,眼科医生会用纱布和眼罩把你的眼睛遮住 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需要回去复查 医生会把纱布和眼罩拆开检查你的眼睛的情况 再给你开一点饮奥水来帮助修复 那刚做完手术的眼睛还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在最初的几天我们要尽量避免做剧烈的运动 然后出息的时候也尽量不要让眼睛碰到水 所以如果必须要洗头的话,那就要小心一点咯 一般情况下也会建议你不要马上的开始开车 一般情况下视力在第二天就会大幅度的提高了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让两只眼睛适应后再回复开车 刚做完手术后眼睛会有一点干有一点红是正常的 但如果在一两周后眼睛还是持续性的红肿发痛 一定要联系你的手术医生来进行检查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还有什么关于怀内障的问题可以留言 感谢收看,bye